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大利手工冰淇淋文化节 即意式手工冰淇淋世界巡回赛 深圳赛区的比赛现场 各位观众朋友们 说到我们的意大利手工冰淇淋 Gelato Gelato可是一项意大利的国民级美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Gelato在意大利据说 每5000个人当中就会拥有一家Gelato Shop 而且其中有一两百年冰淇淋制作的老店 各是随处可见 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收看我们的直播 你可是有福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今天会在直播环节中 手把手教各位网友 如何制作这样一道精美的Gelato 其实在昨天的比赛环节中 我和我们的参赛选手 也有了一定的沟通 因为我得知Gelato和我们平时所吃的 Ice Cream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Gelato不同于Ice Cream的一点 就是Gelato所用的材料 都是世界上最顶级的 最原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的材料 这样的话Gelato的保质期一般只有三到五天 所以说Gelato相比于我们的Ice Cream 是一种非常健康绿色的营养美食 好了 说到上一期的节目 我们有幸请来了 龚琳娜老师 还有老罗老师 这一对音乐界的神仙眷侣 其实我觉得这两位老师 他们也是非常有自己的见解 因为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我不但觉得两位老师 他们是歌唱的好 而且歌写的好 而且他们对于慈善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而且非常的执着 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是有幸请来了三位重量级的嘉宾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一揭晓一下这三位嘉宾 说到这个第一位嘉宾 第一位嘉宾可是我们节目的算是老朋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就是我们拥有多重身份的音乐人 作家 独立导演 多重身份 我们的好为老师 来让我们有请好为老师 好为老师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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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你好那个欢迎您那个再次来到我们的春蕾午餐直播节目 这是您也不远万里跑来我们的这个节目 就是来表达一番自己对慈善的这个一个热衷的一个一个精神 对不对 其实好为老师我想问一下啊 因为我跟你也是第一次接触 对吧 可能我想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因为我们也知道好为老师您是拥有多重的身份 据说是吗 是有时候是音乐人的啊 有时候是作家 有时候是独立导演 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多重身份中 您觉得您最喜欢哪一个 哪一个身份 或者说哪一个身份更加的贴切您现在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音乐呢 对我来说已经是生活一部分了 你是爱他也好 我爱他也好 他跟你已经分不开了 那么写作是我从小的这个 这个不对就是我的爱好对对对对也是我最喜欢的 呃所以说我觉得音乐人和作家现在是我最喜欢的两个职业 也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称谓 呃对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音乐人和作家里面您更觉得哪一个是最贴切 就选一个 你觉得 呃那肯定还是音乐人吧 因为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着音乐 呃对音乐我把握性更强一些 那其实好友老师我也知道啊您是音乐的 但是我不瞒您所说啊 我也是一个学过怎么说和音乐有点关系的一个专业 因为我学习的是音乐剧专业 都都说想和音乐有一点关系 然后您在音乐这个领域中我想知道您在哪一个就是说风格当中比较擅长 嗯 我们从小就是受那个摇滚乐影响 摇滚乐 比特斯的Rolling Stone这些音乐影响 我觉得我们那个我们小时候崇拜英雄主义 我觉得摇滚就是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呃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这么一种音乐 它比较悲壮它又比较大气 对 所以我从小呢因为在北京这个城市呢它可能跟摇滚乐更近一些 那么我们是在这个氛围中长大的 那所以摇滚乐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音乐 你最喜欢的一种音乐 对对对 但是可能我的我觉得据我的了解可能我对摇滚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觉得可能摇滚乐这种风格在中国可能并没有说是到了一个非常发达 或者说是一个进展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时间发展的也不是非常久远这个东西 嗯 那刘伟老师您说您也是身为一个音乐人对吧 嗯 然后您在我们这个摇滚领域应该也从事了非常久的一段研究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 但是您觉得什么样的精神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信念能够让你对摇滚这样一样 可能在中国还算刚起步或者说刚有一点苗头的一个风格里面能持续这么久吗 其实中国音乐也仅仅刚30年 对对对 那么摇滚乐它属于流音乐的一种它也是就是更加的初级 但是呢我们喜欢它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就像我说的那个音乐主义的东西 我们所以说摇滚乐在我们心中它其实更是比较一个直接的表达 这个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因为它不像流音歌曲很多绕吧 那么摇滚乐就是简单直接 简单 就怎么说摇滚乐算不算就是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就是简单粗暴 简单但不粗暴 不粗暴 简单不粗暴 那就是其实摇滚这个东西我也平时是比较喜欢这个行业的 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毕竟摇滚是我们现在一个刚起步的一种 在中国来说是一种比较初级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觉得这个螃蟹总得有人第一个去尝它 总得有人去卖出这个第一步给后人留下很多的经验 对对对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尝试 摇滚乐现在在中国也有了三十年了 跟我们中国流音乐是基本同步的 它也是在中国有成长 比如像崔剑 窦维 唐朝这一时代 它给我们的摇滚乐做了很多的那种奠基的工作 那么因为现在的整个那个国际音乐是多元化的 摇滚乐它也是在一种变化中 它所以下一步的摇滚乐可能更多的很多融合到其他的音乐风格 比如像这个很多摇滚乐融合的电子音乐 比如现在我就在比较喜欢电子音乐 电子音乐 对对对我们就在做一个电子和摇滚的一个结合 就是电子摇滚这个概念 这种形式其实在国外已经很多了 包括现在比如像硬核 像跟HIPHOP这种风格的这个结合 国外已经很多年了 国内里有很多音乐人在尝试 尝试也很不错 其实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发展 整个国际化它就地球村了 它不像以前就是那么封闭 就是中国跟世界是很封闭的 那现在已经是大开了 所以它几乎我们能够听到它同步的一种音乐 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的这个音乐人其实更国际化了 所以因为这个互联网的这个 开放 所以世界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中国的音乐我想会很快 越来越好 对对对 我也希望就是好为老师以后 你能够创作出一些更好的摇滚乐 还有电子乐给我们的年轻音乐人 一些怎么说呢 一盏指路灯指名灯这样的 好 谢谢 其实刚才我们也了解到 好为老师您是学吉他学了非常久 是吧 您是师从于我们中国第一吉他手 李延亮老师 李延亮 就是我们这个吉他这个东西啊 因为毕竟是音乐 因为上一期我们采访 龚琳娜夫妇的时候 他们也说 希望把音乐这个东西带给我们的 贫困山区的春里女童们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看着春里女童们弹着吉他 唱着您写的歌这样 当然当然 这也是梦想 也是个梦想对吧 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 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好的好的好的 其实好为老师我们知道 您不光是之前有那三个独立导演 作家 还有音乐人的身份 其实您还有个身份 其实是大厨 大厨不敢说 我就是喜欢做饭 喜欢做饭 你看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一个 这样的深圳冰淇淋大赛 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们的主题就是冰淇淋 这么热的天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或者说 你曾经有没有尝试过 做过我们的冰淇淋美食呢 想过 但是 没尝试过 没尝试过 那今天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我们宗旨啊 就是 教会您如何做会这道 精美的吉他头 好的好的 而且到时候你也可以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好的 做一个代表这份爱心 带给我们的春里女童 好的好的 而且 刚才我也说过了 今天好为老师 您还带了另外两位 特别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对我的两个朋友 两个朋友 那请他们上来嘛 好好好 现在就请我们另外两位 重量级嘉宾登场 他们 第一位就是我们深圳华侨城总经理 陈晓芳女士 以及上海依娜视频有限公司总市长杨阳先生 欢迎二位 你好 老师好 陈总你好 你好老师好 杨阳先生你好 好 先坐吧 先坐吧 先坐 对对对 嗯 对一般的事业上的女强人 或者说女老板有了一个一般的 怎么说那种 固有的常态 有了一种新的概念 你让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一般的女老板 女强人都会比较的呃死板或者刻板或者严肃 但是昨天我们短暂的交流以后 我发现陈总是一个非常好交流 非常随和的一位女性 而且关键是非常的漂亮 哈哈哈 对不对 谢谢谢谢很高 关键是非常的漂亮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对吗 诶 陈总我想问一下您啊 我们这个冰淇淋大赛这个活动 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举办我们这样一场冰淇淋大赛呢 其实刚才来到华能海岸你们能感受到 这是一个应该说是衣食住行 吃和玩乐 全部都包含的这样一个城市靓丽的名片 应该是深圳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项目 所以其实在我们这里美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我们也其实想传承一种文化 就是让我们在有了一定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 要人们在幸福生活指数 在生活方式的这种引领和一种经典传承的这种 这种意识理念方面去能够找到一个基地 能够去实现它的这样一个愿望 那么也正好杨阳这个非常好从意大利 引进了我们这个Gelato的这一次冰淇淋大赛 也让我学习了一个新的知识 知道这个工业化的Ice Cream 和这个手工的Gelato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相信很多深圳市民也会有这样的体验 所以我想我们的一种责任也是为这个城市的人们 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或者带来更多国际化的事业里面 还有我们美食的体验 要谢谢杨阳 而且陈总我了解到我们这次 其实我们的冰淇淋大赛是跟我们的慈善是有挂钩的 对吗 是的 就是说我们的最后春蕾女童我们所有的一些 会得到我们这次冰淇淋大赛所有的一些捐款也好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收入都将会捐给我们的春蕾酒 其实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我瞬间又对我们的陈总有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看法 不仅是因为非常随和 然后而且是非常漂亮 而且还非常的有爱情 对不对 而且最关键的还是漂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一直花我了 对不对 好 来下面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杨总 杨总 其实介绍到杨总 其实我就有点想离开这个节目了 为什么这么说的 因为你看我们杨总这么年轻有为 对不对 又是帅又有钱 是不是 让我这种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能在这个镜头里面待下去的 唯一能够支撑我的这个信念在这个镜头里出现可能就是 我长得比他还要帅 哈哈 说的好 开玩笑 但是平心感论啊 那个杨总 您有没有出道的打算 哈哈 这个现在 可以包装一下 我觉得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 好吧好吧那我这个麦还有脱下来衣服也脱下来 换个位置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下海踢上去了 哈哈哈 开个玩笑 开玩笑 那个杨总我想知道一下就是您是我们的主办方之一对吧 然后您是怎么会想到举办这个意大利的这个首公民几名大赛 而且您也是跟意大利可能有一些有些有些渊远或者是有一些关系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 其实我跟小方总呢平时就一直在聊可以把什么有意思的活动然后带到欢乐海岸 嗯那有一次我们在喝下午茶的时候就谈到哎其实杰拉托这个东西很好 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杰拉托这种文化带给中国呢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找到了GWT这个组织就是世界首公民几名大赛 对那我们经过努力吧终于把这次大赛一起把它引进到了深圳欢乐海岸 那实际上这次大赛呢它是一个从2013年就开始的赛事 它经过10个城市10个国家最终来到了中国 那这次呢我们在中国精选了16位大师 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三天内呢选出一位大师 在2016年的冰激凌大师决赛 然后就是等于说是这样为国争光 对对对对 好了其实今天我们让三位啊来到我们的这个春蕾舞餐胃爱直播的节目 其实我们也是带有任务的对吧 我们是要邀请三位一起为我们的春蕾女童一起齐心协力 做一款怎么说呢算是春蕾下午茶 好 是不是这样一句话 三位有没有其实都带来了自己的绝活是不是 我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哈哈 不是带来绝活 我一定要表现得最好 表现得最好 我一定要向他们俩学习 我来学习的对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我们一起到我们的制作展台 好好吗 哎 好了好了 来来来来 谢谢这个 我来带路好吧 你带路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家店可能就是杨总您的店是吗 哈哈我的地盘 清书熟露啊你的地盘 哎这里就是我们的制作展台是吗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 三位今天都各自带来了什么样的绝活 因为我们知道好为老师是今天 单纯就是来拜师学艺的 我们是来学习这个冰淇淋怎么做的 那杨总您是带了一个什么样的一项绝活 你说您是绝活过来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的绝活 都是那绝活 主要看他们吧 那要不先让陈总来说 陈总您说您要发挥的最好 你想发挥一项什么样的一项厨艺呢 这也是我这个最新学到的一款水果茶 是既对美女们又滋养又这个又怎么说 暑期咱们又这个消暑 然后是又很美的一款水果茶 一会我展示出来大家就知道 可以可以所以说现在陈总您有了一个标签 就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是吧 就多了一个新的标签 那陈总您赶紧展示吧 来 好 这个先把工具放下来 就是陈总您我们的这个水果茶里面 您会采取哪一些配料呢 您能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好我现在一边切一边这个展示给大家看啊 嗯 我看到这里好像是有柠檬 柠檬 然后这个是这个是百香果吧 百香果 那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 工具的维生素 这个是桑绅 桑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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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树梅还是什么东西 对这个是 这是树梅 树梅啊 好 那这个陈总我想问一下这个您您管您切啊 就是因为就是这个 这个像草一样的东西是什么玩意啊 这叫迷迭香 迷迭香 对 可以安神 我能闻一闻 啊 这就是迷迭香 哦 它的作用就是安神 所以这样一款茶 它不光是非常好喝 它还是具有一些一些功效的 是吧 是的 所以这个女士们来到杨阳的店里面 都能喝到这一款 我找两块最好的啊 是两片桶 就放两片柠檬 嗯 然后 把香果啊 香果 这都是这个先洗好了的啊 看来我要在这个店里专门准备一个茶 对准备一个对 以后干脆这样您就觉得您可以喝 小方总 小方总下午茶对 对 这样成为这个杨阳总这里的就是Sequsta的招牌 好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杨阳总的您这家店 好像还是在我们上海是有一家连锁店是吧 对的对的 啊 在上海我们在这个籽也可以吃 外太海 那其实杨阳总我就是 籽是也可以吃 但是一般它就是在泡在开水里面 把这个味儿泡出来 然后 然后 两百香果全部放入我们的这个 哎 整个的百香果 整个百香果 嗯 会有非常香甜的味道 嗯 好 百香果应该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吧 对 维生素 所以对女士的皮肤是非常好 这个素美 男士呢 那也一样 你看不一样 哈哈哈 杨阳老总这个皮肤那么好 我估计 天天喝这个 这个 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第一次见到水果茶 因为我觉得像香热 对 水果茶这个东西可能会添加一些 比如说是糖精啊 这种东西 我看现在做到现在全都是纯水果 纯水果 没有任何添加 蜂蜜 蜂蜜 每个是蜂蜜 哇蜂蜜 在这儿 哈哈哈 我们看到这个蜂蜜还是那种固态的蜂蜜啊 对 蜂蜜一勺 嗯 嗯 然后还要加些什么东西 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茶已经非常的营养丰盛了 对 对 然后再加 非常漂亮 水 一勺 所以说陈总您是平时每天基本上都会有一款这样的下午茶吗 还是说 看来一定要吃下午茶 对 如果周末有时间是自己参与能够去完成 这样一款下午茶 然后跟闺蜜分享 对 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 蜜蜜蜜是不是还得放一个 蜜蜜蜜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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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 这一部分一般烤肉会很香 好 再加上烤肉 开水 开水在这边 开水 其实在我们的制作过程中啊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嘉宾们进行互动 然后我们会在节目的结束会获得好为老师亲笔签名的专辑一张啊 请各位网友可以积极的跟我们的陈总杨总还有我们的好为老师或者说你可以跟我也可以进行互动啊都是都无所谓的啊 好 现在我们看到茶进行到哪一部分了 好 好 我们再 哇真是漂亮 这样 套三到五分钟 一会儿配合 羊羊和郝文老师的这个冰淇淋和披萨就可以了 其实我披萨你已经把这个我们今天的杨总的招牌绝活给剧透了 杨总其实您是这家 其实这家店是一家又是冰淇淋店 就是基本上意大利美食基本都囊括了 是吧 可以这么讲 可以这么讲 那您的那个绝活刚才说的是披萨 对 那展示吧 来哦 让我们看一看您这个从大利学过来 我这个专业的就是要先戴手套 要开始做了是吗 对啊 啊就是披萨饼 哈哈 好 那其实我们这次的披萨呢 是从意大利空运过来的 是非常新鲜的披萨 一般人是不拿给出来吃的 哦哦 这是只有我们这次春天午餐特意拿出来的吗 对的 哈哈 那已经都做好了呢 你看 哦哦 这是新鲜的饼底 这个饼底 跟我们的饼底好像平时吃的传统饼底不太一样 一会儿就知道为什么 啊 这是这形状首先就有点特别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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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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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嗯 那我们现在拿一把小勺 好 好 这是能介绍来这是什么料吗 秘密的西红柿酱 西红柿酱秘密的还是 对啊 都告诉你们我就没得做了 所以这家自己不能告诉我们 我们我们也去开怎么办 有配方啊 秘密配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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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了一些香料啊 嗯 别吃太多啊 感觉这个 所以 untuk我们移古的其他 西红柿酱不一定以重的 navy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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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à 那私底下能告诉我吗 私底下 私底下 对 我可以过去 也不成啊 好了 再插一勺就均匀了 啊 得把它涂抹均匀 对对对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酱多的 这样味道比较浓郁 啊 嗯 咱上酱以后呢 芝士 多多 多一点芝士 对 因为它会烤得很香 所以说 一看您这个就是啊 就不是做黑心生意的 对不对 这个放这么多 真是的 换做其他店可能就放的很少 对 是不是 我们这个 货真价实 货真价实 对 吆喝起来了 这个芝士也是意大利进口的吗 对的对的 然后我们撒上橄榄油 橄榄油 对 但橄榄油不能太多 不然会很油 嗯 哦 这还有手势 你看你还拿一个手指 杨总涵堵住了那个小口 对对 又被你偷学到了 对对 学到了好多一点 其实今天是我来学艺的 不是好的 是来学艺的对吧 对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披萨呢 要搁到烤箱里去了 然后就完了 可以进口稍微展示一下 这是半成品 半成品 嗯 好 这个烤箱的温度有没有讲究呢 这个 现在呢我们要把烤箱呢打到260度 260度 对对 然后大概烤个两三分钟左右 就要把它降到220度 哦 这样它的口感会很 火候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瞎表了 好的 瞎表了哈 这个专业性比较强 那在这个烘烤的过程中呢 我们 要不 好位老师 是不是你也闲了挺久了 我们应该去学习一下 如何制作这个东西 好 对对对 不能把这个时间浪费 好的好的好的 行 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今天啊 非常高兴 给你请教 天业零了哈 第一次做 今天来做一个 芒果酸奶酷的一个 天业零好 然后这是一个搅拌机 先给您介绍 这是一个搅拌机 我们所有的原料 要放在一个这个杯子里面 凉杯 凉好之后 安装一个正确的比例 嗯 然后放在这个搅拌机 用搅拌机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然后放到这个专业的一个酸奶制冰 嗯 制冰机 制冰机 对对对 来制作一个酸奶 筒 诶 那 杨总 去不孝悦 我帮您去看一看现在披萨烤到什么 什么程度了 好吧 我帮您去看一下 我帮您去看一下 在外面好 行 在外面坐 我们把所有的料 拿一个筒 过一个筒 这个是酸奶粉 好嘞 酸奶粉 好嘞 酸奶粉 好嘞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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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酸奶粉 酸奶粉 哦 没有这个是酸奶 酸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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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好 好 然后再往里面再倒入牛奶 这是牛奶 对 这是牛奶 鲜牛奶 鲜牛奶 非常健康的鲜牛奶 只有牛奶 没有任何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是同样的面粉 但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做的 同样的配比 可能配方知道了 对对对 师傅不一样 草莓啊 莉果啊 都会有关系 嗯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加入一个芒果的枫味酱 啊 芒果枫味酱 所以说我们这个配比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大厨 我们这个配比是不是非常的讲究 对 它是一个有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 精确的科学的一个配比 对对对 这也是秘方是吧 对 这也是秘方 而且这像我之前所说 这可能也是 呃 用天然的原料 也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一些原料 所制成的糖和芒果熬成的一个酱 所以说它也算是冰淇淋中的贵族了 对对对 非常昂贵这东西 好可以了 对 好 然后我们要使用到那个 刚刚我们前面说的那个 哦 那个搅拌的那个 对搅拌机 好走 搅拌机 把它倒入那个桶 还是直接搅拌 直接搅拌就可以了 然后往下 看一下 然后这里有一个 搅拌 搅拌机 对 然后看 看这个吧 对对对 首先放开的情况下 然后按一下这个 好 等它跳绿灯灯呢 两个手握住这个顶就可以 没有 好 我们下来一下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杨总啊 我们这个手工冰淇淋 那这个用机器的那算不算作弊了吗 哈哈哈 对对 现在已经是现在 现在工冰 如果在以前的话 还是用木桶来使用 一样的 因为 如果现在用木桶来使用的话 时间可能就会很久 那可能是用木桶来使用 那可能是用木桶来使用 OK 我们两个手工冰淇淋 我们两个手工冰淇淋 好 好 老师非常战业 这个姿势 非常棒 有过那个厨师底子的 厨师底子的 厨师底 真没有厨师凌晨 好 上下 是一个上下 轻轻的 对对对 上下的一个 好 陈总你平时在家里也会 尝试过拿各种这种器械 做一些好处 我除了混动 咖啡机 烤箱 好 这个已经搅拌均匀了 好 我们把这个已经搅拌均匀了 然后 这个 行 行吗 可以 好 好 我们这一个 然后放到这个置冰机里面 大家需要多久 这个置冰机里面 呃 我们先把这个置冰机 放好之后 然后把头料 哎 那是不是大师官请问一下 我如果知道这些配方对吧 知道这些配比 我是不是也能做出这样的东西 当然还有有这个专业的机器 专业就对有了专业的机器的话 我也我也能做出这样的东西吗 要经过培训培训啊 这个也是一个熟轮生巧的一个 并不是说我们想象中知道配方 或者说有了机器就能做出来的 嗯 好 然后这机器上有一个搅拌的 我们得把刚刚投入的料 让它在那个机器中充 充分的让它搅拌一下 按一下这个 时长大概是多久 它有时间有 自动的一个时长 自动时间 一分钟就能做出来 一分钟过过过过过 它是先进行一个搅拌 第二次搅拌 为了是让这个冰淇淋吃起来 口感更加绵软 更加的绵软 对 现在它在机器中一个进行第二次搅拌 整个我们的制作过程大概是多久 嗯 在13分钟到14分钟左右 13分钟14分钟 跟国内那冰棍有什么不同 对对冰棍啊 冰棍是比较硬的 冰棍就直接去冻 冻上就行了 对对对对 然后它是静置在那里 好 这个它是不停的在靠机器里面搅拌 然后它把那个在钢里边的内钢上的这一层 我们不断的刮下来 然后再进行搅拌 就制作成一个非常口感非常绵软的一个冰淇淋 所以说在以前如果是我们纯手工的话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对对更加的 那现在在我们等待时间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我们杨总的披萨 这个已经做差不多了 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 这个已经搅拌 第二次搅拌好了 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制作 这个制作 对 再按一下 OK 好我们现在只需要等待12分钟 等待12分钟 好听 机器已经开始在制冷了 在制冷 然后这里边再不断的在那个搅拌 好的 OK 好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杨总的披萨 我已经闻到了这个美味的已经 闻到了好多 诶 杨总 您的披萨现在做到了什么步骤 哦 这种出炉了 这种快 但是还需要再装饰一下 诶我能稍微闻一下吗 让我 好香啊 诶我怎么看到这里缺了一口 是不是您嚼过刚才 做做尝尝一下 谁都吃了 谁都吃了 可以吗 这个还得现在来加一个 还得撒开 还要按着 对对对对对 再加一些橄榄油 然后我们就加上最后的装饰 我看这个披萨为什么这么素 没有一些肉吗之类的 这个披萨呢就叫玛格丽塔 玛格丽塔是没有肉的 对没有肉的 它是意大利人最喜欢吃的一种基本的 为什么叫玛格丽塔 是有没有一个什么典故呢 这样一个 听得像一个姑娘的名字 没有天佳记 漂漂亮亮的 很沉静 没有晚上添任何东西 看不太漂亮吧 那这姑娘也挺瘦的 因为没有肉 对吧 也挺瘦的姑娘做的披萨 像我们的春蕾女童 春蕾女童 对对对 纯洁 美好 这样我们的披萨就 对 但是现在呢 我要再多加一些小西红柿上 这叫圣鱼果 圣鱼果 对 我们今天这节目就叫她春蕾女童果吧 好吧 春蕾女童果 加一点女童果 啊 刀工还不错吗 刀工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 杨总您在意大利其实是 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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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比你帅那么点的人 还何去何从 就是这节目刚才没法那么移 那就开始学呀 开始学艺 今天我就偷学了好多了 其实 好 不错不错不错 一段精美的 Margurita Pizza 嗯 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的 陈总的这个水果茶也差不多了 味儿都泡出来了 很好看 很好看 在等待时间我们要不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摆盘 好啊 蘸点手上有点芒果酱 嗯 嗯 我们一会儿是要组合在这个位置吗 对对对 好 那我这个时间就把我的披萨先切一下 好吧 行行行可以 嗯 这个 嗯 水果茶 喝热的是最好的 对 不好意思 那现在就 切一下我的披萨 这个切有讲究吗 切没有讲究 当然有讲究 你看中间很均匀的 对对对对 公平 五千分 那这样你就看出我们的披萨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了 长的披萨呢 它方便拿起来 那下午茶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方便 不像圆的披萨 吃的比较优雅 意大利那边的披萨都是我看 我们吃的都是圆的 那是美式披萨 对对对 意大利也有圆的 但是我们这款专门是长的是为了下午茶准备的 吃的比较优雅 比较优雅 像小饼干一样再吃 哎 好 好 老师 这些今天 您也说过啊 您其实也是一个厨神 对不对 我们刚才也就是半个厨神吧 半仙 厨半仙 好吧 那这个您今天也是有没有学到这个披萨 因为我觉得披萨这种东西对于我们国内的观众来说可能是很少在家里会制作 对对对 您觉得这样东西今天您是有收获的吗 有收获有收获 有收获是吧 又是水果茶 对对对对 然后又是这个披萨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个冰激凌 对对对对 您觉得我们来问好为老师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啊 您学会了这么一大套啊 这个春蕾下午茶 您回家以后最想做给谁吃呢 回家以后 对 肯定是做给父母吃吧 对对对对 没有其他人了吗 难道 没有其他人 开玩笑 我们知道好为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孝顺的人 其实换做我的话 我也会做给我的父母去吃 做给我的朋友们去吃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的冰激凌现在已经制作到哪一部中 是不是还有 好了吗 没有 要12分钟 要12分钟左右 大概还需要多久 还有7分钟 还有7分钟左右 我是不是先可以 那我就可以先 这样 我做一个那个摆盘 你看那个陈总和杨总都摆那么好 是吧 对对对 我要做一个摆盘 我的刀工绝对不比杨总差 刀工啊 秀一下刀工现在是 秀刀工 就是我们不光现在是有下午茶 有那个我们的披萨 再切一个果盘是吗 这是一个 我要做一个花 做一个花 冰激凌 哦 花还有 拼配吧 这个刀工 很重要 要不然就会把手拿 哎呀我就怕贴着手现在 哈哈哈 这东西 这个刀工 就是杨总您觉得这个刀工您看一下跟你意大利学的刀工比哪个更溜 哈哈哈 嗯 嗯 东他比我就不说了吧 哈哈哈 其实您知道了对吧 哎呀 我知道我懂我懂我懂 尴尬了 尴尬 他跟我比他就直接说他牛 哈哈哈哈 嗯 然后这要做一个做一个花 做一个什么花呢 不是要七夕要到的 啊 对啊 做一个玫瑰花 可惜芒果是黄的啊 黄的啊 就是都是红的 黄玫瑰 先说七夕二位 还能做玫瑰花 还能做玫瑰花 你 七夕 七夕知道吧 七夕就可以做给自己的 嗯 对吧 自己的内人 是不是 这个老往这边也好 哈哈哈 因为即将到七夕了 对 即将到七夕了 今年的8月9号又正好是七夕 哦 所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 玫瑰花也是对我们这个 芒果玫瑰花是对我们这个 其实也是主题是非常贴切的 对吧 我们这个主题 玫瑰花也是充满爱 哇 真是一个爱的时间 对对对 非常贴切 今天这个下午茶 花儿不再好做啊 这个刀 诶 应该 应该 没事 这个试试 没事 没事没事 能吃了一刀 嗯 嗯 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 是有点炖还是什么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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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水 哦 你看能切的这么细 这个芒果呢 对一看这个花儿就是非常的 对 厨神 厨神的 对我们不是厨神 我们今天有新的定义 厨半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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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 这是切成片 然后把它摆成一朵花的 对对对 我相信这个 杨总可能您就 我已经看傻了 达不到这个地步了是吧 看傻了 我以为他要做土豆丝 哦 你看 对了 这就是土豆丝系 哈哈哈 难道把这些片再碾成花吗 是吗 是这样一过程 把片子碾成花 你不是在吹牛吧 看一下 嗯 似乎看不出玫瑰花的样子 就是啊 哦 切的真的是薄如柴翼 真的是薄如柴翼 真的是薄如柴翼 有有有有 还真的还真的有那个样 有有有那个 有那个大师的样 大师的样 对 可以的可以的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那那那那我就吃了吧 这两块 啊 做一个小花 你又偷吃 那这个肯定是你吃的 这是被你发现了 这是我偷吃的 哦 现在在卷 在卷了 对 哇 真的假 这边有点 但不是特别薄 所以它不好卷 对 对 这些我们也知道 那个 大概卷出个型 对不对 我们就其实到说到这个刀工啊 你能切成这样 其实我们已经非常欣佩 已经很佩服你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半仙的水平 我已经得到我的充分的认可 这不行 这不行 这样有人去切吗 不行不行 还得切 切几遍 再切几遍 做花是一个很复杂的 所以这是也算是您的杀手锏 是吗 对 杀手锏 厨房杀手锏 你今天把所有学过的技术全都给秀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组最好打上一个危险的东西 我模仿的一个标签 其实比较 比较危险的 我觉得这个 能切这么薄 好吧 这个花 我还得要再重新做一遍 再重新做一遍 这个太太太 就是今天我一定要做这种花 对对对对 不做这种花 我们就对对对 对对对 一切这个城市里面做一遍 就是需要薄一点 卷起来非常的薄 对 刚才也许是太浏箱了 可能有点厚 是有点 前面有点厚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就是说 非专业的有学过厨师的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 能够做出这么薄薄的花 我真的是欣赏的包 在自己家里 我们平时我觉得家常菜 可能我们都没有那么讲究 就是乱炖 东北大乱炖 切的杂西杂巴 水油往里面一炖 你妈妈都切块 切块对 切块对 希望这次能够成功 希望这次能够成功 对对 这个厚薰 真的是非常薄 这次应该我觉得问题不差了 那我帮你把这旁边收拾一下 收一收 好 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个是吗 见证奇迹的时刻 好吧 陈总 怎么样 能成功吗这次 能成功 能成功 这回看上去 比较靠谱 比较靠谱 那个 郝伟老师 冰淇淋的时间 我看差不多应该好了 我先去把它拿过来 行吧 待会等我过来 希望我能看到这个奇迹 可以吗 马上就要看到奇迹了 好 郝伟老师 冰淇淋好了 这样子我要把它关出来 好 玫瑰花也成了 我们要把它关出来 好的 这个要最好叫郝伟老师 过来一起打 郝伟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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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正错过了 难道我是错过了什么 你看看 黄玫瑰 哇 把这些盖掉 哇 真的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诶 郝伟老师 先去冰淇淋 给打出来 好的好的 哎呦 这个旁边的也有个奖励 不得够是常温的 先放冰淇淋 我来拿这个冰淇淋 它要摆到 然后我的那个 在这随便摆 再摆一摆 对对对 我来教您铲一下 铲一下 铲一下就好 这是郝伟老师 谢谢 谢谢 啊 这个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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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 您来铲一下 哦 来铲这个冰淇淋 现在是在 旁边做好 先喝再喝 我把你少喝 快一点点 我把你控制一下 熟好的 整个冰淇淋 来 这个冰淇淋算是什么口味 酸奶芒果 酸奶芒果 对 那跟这个芒果 慕斯又是什么 跟这个有关系 没关系 慕斯又是另外一种产物了 对 慕斯是另外一种 奶油 慕斯里边有奶油 这个会那个 牛奶 对 这个是牛奶 这个吃了不会发泡 对对对 全牛奶 而且就加了一点 而且是葡萄糖 这种东西 你看好味道是 这造型造的特别 对对对 没有 还有啊 还有一点点 好嘞 这个好 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差不多 完成了 好了 这个交给我 好的 赶到外面 像这个 好 我们真的完成了 完成了 一会再摆盘 还要摆盘 对 来 来 第一次做的冰淇淋 冰淇淋已经完成了 对 这个叫Gelato 第一次尝试Gelato 对对对 然后还要把这个 挖球器里面 这是酸奶冰淇淋 我做的是酸奶芒果冰淇淋 所以还要撒芒果 对对对 然后怎么怎么 这个你得打球 就挖在这上面就好了 对对对 这个怎么用 对 就是这样 对对对 松开是吧 对对对 哦 在上头 对对对 放在上头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是这样吗 对对对 好 好的 看着就很有食欲 嗯 就是说之前我们也了解的 杨总您是在意大利 可能待过很久 嗯 是吗 所以说在意大利是 这是随处可见的一种东西 随处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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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常吃 常吃啊 而且是非常爱吃 非常爱吃 所以说引进了我们这样 这样一家店到国内 对的对的 有机会我也会去上海品尝 到您的店里去品尝一下 好的 到时候给你打电话 能免单吗 一定 是这样吗 好挖下来就可以了 对 好 我要尝一下 我已经忍不住了 尝一下了 勺子在哪里 是这样按着是吧 对对对 可以 这两个球就够了 可以了 你还要再放一个吗 再放一个 行 来来来我们先偷吃一下 多点冰淇淋吗 当然要 我这个 尝一下我们 一定要尝一下 好 加上果肉会更加好吃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割一点芒果 来我来我来 我尝一下 我 谢谢我也拿一个 你也拿一个 我也拿一个 我早就想吃了 这个这个 这个是原 还有酸奶味 它是酸奶芒果的一个口味 哇真的好吃 你是第一次做的 真好吃 真好吃 对黄文老师 人家问你呢 这是杨总的一个不是第一次做的 第一次做 第一次做 所以说这个半仙的天赋 还是发挥出来的 是吧 半仙的天赋 嗯 满盘怎么样 多点是满盘 对 一会儿披萨我们也是可以吃的吗 都是可以吃的 对 当然也可以用这些红颜色的一些 这些这个 你也没 你把它摆这么漂亮 我的披萨还怎么看 哈哈哈哈 花 怎么样 让我们来展示一下 你给我展示一下 花 花 花 这儿啊 花有一个 铲上去了 每个花 怎么样 配上我们的 这是春雷下午茶 对 哎怎么样 大家觉得要不要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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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展示一下 展示 我 展示 我要我要 看看 来 我们的春雷下午茶给春雷女同们带来幸福 带来快乐 希望大家多捐款 多捐款给我们的春雷午餐计划 对 好 好了 其实做到这里啊 我们这个春雷午餐的下午茶其实也是高一段了对吧 咱们也是把这三样模式给做出来了 那刚才我也说过我们中间会有一个网友提问的一个环节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已经出来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三个问题 哎 第一个作品 第一个是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不是作品 第一个问题是好为老师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要带给大家 啊 最近有 最近我新做了一个电子的一个歌曲 电子 叫雍和宫 嗯 可能会最近会有一个EP的会有一个马车 雍和宫 那是我们有点中国风的一个算是吗 有点中国电子 中国电子 但是他跟宗教没有关系 他就是就是有一个地名在叫雍和宫 我经常从他来路过 所以有一天啊 写了一首歌 后来有一个朋友说 那个 嗯 那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嗯 有一个名字叫宋忠也 写一首歌叫安和情号 好 后来 在路上呢 我那朋友说 你这新歌叫什么呢 我一看正好 那个 那 那 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 那我们也 非常期待到时候这个作品能够问世 而且希望能够大卖 最好是这样 对不对 必须得也是这样 然后拿这个钱 先给我们的春蕾里头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啊 是 我们的小方总 其实 这个问题我看到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 这个问题是 平时您下厨吗 发自内心的良心问自己 一直下厨吗 嗯 说真话 说真话 这个我以后会的 以后会的 因为今天学到了 今天已经学到了 对对对 其实 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热爱的 但时间充裕一点 我觉得 能够亲自下厨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 对对对对 就是下一次我们再见到 那个陈总 以后做一会儿 又有新的标签了 厨神 女厨神的新标签 但关键还是我说了吗 还是漂亮是最重要的 还是颜值 颜值是最重要的 然后第三个问题啊 是问我们杨总的 他说 杨总 您自己是开冰激凌店的 对吧 那您平时您刚才也说您常吃 对 而且非常爱吃 对啊 那这些问题是网友的问题 那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吧 那杨总 您吃这么多冰激 您这么爱吃冰激 您是如何保持现在 这个身材 就我们觉得吃冰激凌 甜食的人都会发福 但是您看您现在身材是非常的苗条 这是怎么保持的是 很简单 因为我吃的是杰拉托 吃的是杰拉托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杰拉托是 不含任何添加剂的一种 对啊 健康 它没有一些 因为它是 它是低糖 它如果吃水果冰激凌的话 它只是在吃水果 牛奶味的就是在喝牛奶 等于说是纯的用原料 不是像我们的一些工业的添加剂在里面 对的 是这样 那感谢我们三位的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啊 下面就是我们也说过了 我们将会送出一张我们的签名CD 给我们的网友 是吗 好的 谢谢我们的小光总 这就是我们的拥和工吗 还是 不是 这是我的一个之前的CD 叫你什么时候需要我 你什么时候需要我 这也是我们的摇滚乐 还是摇滚乐 摇滚乐 对 那我就先给这个 今天是 今天是8月6日 好 好 谢谢 到时候我们将会在微博里 哦 掉了一张 掉了一张 这张还没有了一张 看来他自己已经想去演唱了 好了 我们在 我们到时候啊 会在我们的微博平台公布 获得这张专辑的谢谢观众 OK 好了 嗯 其实呢 今天到我们 专辑也送了 我们饭也做了 是吧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点遗憾呢 就是我们这样一位 又多重身份的音乐人 然后 作家 在家独立导演 在家除半仙 这样一个多重 多重身份的人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是不是 不能留下遗憾啊 对吧 您说您也最喜欢音乐人这个身份 那是不是会在我们节目最后 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好位老师你也带了把吉他 对对对对 我们今天学了下午茶再 学唱歌 对对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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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陈总啊 今天那个要不然就我跟陈总一块 合唱一首 啊 春雷计划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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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那个儿居会 女同 好好好 非常贴切我们的主题 好 好 谢谢我 这个吊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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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欣赏到了好为老师的这个和我们中国第一吉他手的清传弟子的情谊 陈总唱得非常好 一看就是有学过对吧 有接触过一点点 又有新标签了 你和人文艺青年 是郝雷老师的费 郝雷老师终于粉丝 郝雷老师在最后我们也希望听您唱一首您自己的主题曲 好吧 那我们就唱一首《向一道光》 《向一道光》是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吗 这个歌也是春雷计划的一个春雷午餐计划的主题歌 春雷计划的主题歌 春雷午餐 那就更要唱一点 那我就唱一段好吧 请 《向一道光》 《向一须抱一顿摇途的乐观》 《向一顿摇途的乐观》 《向一顿摇途的乐观》 再这一遍 让我再查 忧伤 如果希望 真的非常不察 非常含蓄的光 它就照在 我的前方 要我跟随 你的功劳 别再要我 是我 非常感谢 我之前也说过 我是学习音乐剧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能够非常佩服你刚才 其实我听完以后 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能用名谣的吉他 能够弹出摇滚的感觉 这非常不容易 着实非常不容易 非常钦佩 谈完这么两首歌了 好 老师 你要不也来给你尝一下 尝一下 尝一下自己听手的硕果 我尝一下这个 杨总的这个披萨 这是我们的午餐 主持人要吃 那我们来再问一个八卦点的问题 您觉得不是八卦点问题了 你觉得吃完这个披萨 你觉得你的厨办现在地位有没有被动摇 是杨总做的好 还是您的这个冰淇淋做的好 你觉得 肯定是杨总做的好 杨总您觉得呢 我还是觉得冰淇淋好 那我其实觉得啊 我觉得是今天什么都没做的 我主持人最好的 开玩笑 开玩笑 杨总的人才亮最好 那今天到我们这里呢 我们又有唱了歌 又做了饭 我们的春蕾午餐直播节目 也就肯定要到此告一段落了 其实我们这次的春蕾午餐的计划 就是一个非常慈善的一个下午茶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公益项目中来 为我们的春蕾女童们奉献出一份自己的爱心 关注边缘山区儿童的营养健康问题 给予我们边缘山区儿童的一份爱心 一份温暖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冰淇淋呢 能够给他们带去一份清凉 一份甜美 好的 我是主持人丁佳 我们希望下一期的春蕾计划 为爱直播下期节目能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